惊天一閃 火光四射 八千樂園舉辦彩色派對 沒想到粉塵爆炸 造成500多個人受傷 182人燒烫傷 傷勢嚴重 促進加護病房 多數傷患都需要人工直皮 但受傷人數太多 北部人工皮告急 衛福部開啟 南皮北宋 初步的盤點的結果是 這些方面的數量都沒有問題 增到必要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國內生產 這方面衣材的廠商也很多 我們會跟他們緊急調度 相關的衣材 就怕引發傷患和家屬不安 行政院長毛智國 向外界表示不必擔心 醫師表示燒烫傷達升2度以上 出現洗水泡 水泡破 受傷程度已經達到了真皮層 就需要進行直皮 有些的傷口還會有持續的變化 我們會盡快來治療 目前已經進行 交加切開的病人已經有6位 需要交加切開的病人 代表都是生熱度以上 這些都是比較嚴重的 都需要直皮 內湖三種擁有全國最大的皮庫中心 目前收治57名巴仙樂園的 燒燙傷病患 還有多少人需要進行直皮 還在評估 但目前皮是夠用的 指示醫師表示 傷口會不斷的變化 未來恐怕還是會有人工皮 短缺的狀況 南皮北宋恐怕還是必須 藉文凱誠 張靖軒 台北報導